各位你知名平安 感谢神我们再有机会一起来集合 来去敬拜神 我们到同心像章一段时间在交托给主 我们一起祈祷 祝你说当地上洪水泛滥 你仍然坐着宝座为王 祝你仍然掌管住天地 掌管人类的历史 掌管我们生命的历史 祝你吩咐我们要去使满民作你的门徒 祝你吩咐我们要作你自己的见证人 祝你今天我们一起集到你的面前 我们敬拜你 专崇你是天地的主 也都渴望你自己赐下你圣经的恩言 激励我们的心来跟随你 也都叫我们作顺服你的子民 一生听诵你的说话 走你自己的脑 求主赐福带领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讲的听的都一同蒙恩 我们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名字求 大家会留意到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主日 大家知道九月份是教会每年定为猜传月的时间 每次在猜传月里面 我们大家都会在思想有关圣经里面猜传的信息 鼓励我们的心不要忘记 关心到万国万民的福音的需要 因为主赐给我们的大使命是很清楚的这么说 所以你们去使万民作我们的门徒 上帝的心是盼望我们是真是关心到很多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福音的需要 而你都会发觉就是我们在过去 在北宣家里面我们常常都讲一件事情 我们讲到如果弟兄姊妹要体贴神的心意生活 如果你是要去上上接近神的心 你就必须是关心猜传 因为神的心在猜传里面 神爱世人甚至倡带了独生子次给他们 我们都熟悉的经文 正是说这位上帝 他的心在万民的里面 他关心到很多生命能不能够领受缺子的救恩 当然我们大家都会有自己忙碌的事情 但弟兄姊妹就算我们怎么忙碌也好 你仍然帮助自己 甚至是少许的时间力量 你都争取 去争取机会来到去关心猜传的事情 让你的心可以尝尝贴近主的心 也能够关心到很多不同地方的民族 国家他们的宣教的需要 我们今天看到圣经里面讲述到一段的土文 你会发觉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及 关心猜传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就是在祷告当中为万民祷告 特别是弟兄姊妹一起齐集 同心的来为需要来去祷告 当然大家都会明白 就是如果神要去承传大使命 祂自己绝对可以随时可以承传这件事 直接的承传 但你发觉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看回教会历史的时候 你发觉神是选择要来到去用人 以及用人的祷告去承传大使命 神是选择这样做的 是让祂的子民是有份在别人的蒙福的路上 或者说有份于在一个拯救的工作上面 所以你看到今天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神是做很多奇妙的事情 但你留心看都发觉背后是因为有人在祈祷 我特别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在穆斯林的世界 大家都会留意到在最近的二三十年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骄徒特别蒙受感动 是为穆斯林群体能够归主来祈祷 我最近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北非埃及的地方 有一个人物的事情 在早于2003年的时候 一位叫做撒加利亚的牧师 他很年轻二十几岁 他在自己的地方就向一些穆斯林的朋友传福音 但因为这样就被埃及当局 是将他驱逐出境 是永远不准他回到自己的国家 这位塞加利亚牧师后来辰转去了美国 在美国的地方 神给他机会 透过卫星电视的方式 将福音带回到自己的民族当中 他向着北非 向着中东的地方 用卫星来讲述福音 曾经透过电视 向六千万的阿拉伯话的人 来讲述耶稣 这件事情是很多人都完全意想不到的 本来被驱逐出去 好像完全没有机会 但是想不到神用这个方式 让他接触到更多更多的同胞 在其中一个节目 他就讲述到可能经历的很多的问题 其中有的错谋 在他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 有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已经是一位退休的男士 六十二岁 他叫做拿西 这位这个人物当他去听这个节目的时候 他觉得很惊讶 从未听过这些信息 他本身自己曾经开一间小型的印刷厂 这间印刷厂专门印刷可难经 和相关的书籍 他在听的时候 他就忍不住拿回自己所印刷的书来读 然后他就跟自己说 撒加利亚牧师所说的是真的 他真的发觉到当中的很多的谋误 很多的问题 然后他自己很难过 他说大半生自己就放在这些工作上 引刷很多人是错误地来到认识信仰 他就说我还等什么呢 我还有什么会有所损失的呢 然后他就决心来到去信靠耶稣 后来联台是安排人去跟进他 想不到一位的拿西弟兄 他在后来的一年之内 他开支了几百个穆斯林的小组 这些穆斯林朋友参加小组的时候 他们是很想认识耶稣 因为他们对伊斯兰有很多内心的疑问 没有机会来到去问 这位拿西就帮他们安排这些小组 而他自己也是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 几年之间带领了他很多的亲友 有21位的亲友成为基督徒 这些事情当我们听到的时候 就会体会绝对不是人可能做到的事情 或者预计到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人祈祷的时候 神工作成就很多叫我们很惊讶 很惊奇的事情 同样我们今天读到圣经的 《摄行传》第四章里面的经文的时候 你发觉当时的门徒 他们面对着很多的威吓 但是在威吓当中 更加看到神的作为显明出来 因为他们祈祷 大家都会熟悉《摄行传》第四章之前的第三章 你会记得在当时给他奉主的名 来到去医治了一个身内渠腿的人 当他医好了一个有病的人之后 就发觉周围的人很惊讶 他们就走过来 就要听究竟是什么事 为什么他会康复一出世已经是强腿的人 竟然会康复到呢 这件事情之后 《摄行传》就讲述到在四章第一节 大家会看到就是 使徒们正对群众讲话的时候 去解释他们的信仰 当时祭司、圣殿的守卫长 和撒都该人来到他们那里 很多人就走过来 这些宗教的领袖 这些圣殿的守卫长 或者是当时圣殿的警察 和撒都该人 也是当时一些犹太人的权贵 很有地位的人物 他们都是支持罗马政权的 他们不喜欢在自己的民族当中 有什么动乱的事情 而且他们也不相信有復活的事情 所以听见使徒们 他们向着百姓说话的时候 他们就很愤怒 他们觉得使徒 他们在破坏和平 也都觉得他们在传说一些疑端 因此圣殿就说 他们就拘捕了 捉拿了使徒们 在这个时候 可能我们都会觉得 很危险 周围的人 可能因此见到这个形势 快快躲起来 避免自己都可能被牵连 但圣经很奇妙地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下底的四章 第四节有提及到 当他们讲述主耶稣的道 当他们被拘捕的时候 圣经就说有很多人愿意信主 单单是男士 已经有五千人信主 一个很大的群众 你可以想象五千人 可能很远的聚集都在听 然后他们都愿意信主 我即时想起圣经 在《提摩泰传书》第二章 其中第九节 保罗曾经说 说到他自己是被捆锁 因为传福音的原故 是被捆绑 但他就说 我为这福音被捆绑 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神的道不被捆绑 我们最近一直留心到 阿富汗的消息 大家都会很留意 但旁边的伊朗 1979年 同样面对着 一个伊斯兰的武装革命 将当时的伊朗国王推翻 所有的外国的一些基督徒的工作 或者是基督徒 都会全部要离开英国国家 当时的教会面对着 很大的迫白 但你不会想到 到今天看回头的时候 伊朗的教会 是全世界众多的基督教会当中 其中一个增长得最快速的教会 很多伊朗人在英国的情况之下 心里面很体会到 自己过去的信仰 那个问题 然后他们开始寻求主耶稣 纵使人受到捆绑 纵使信主的人受到逼白 神所说 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这个是极其真实的事情 心里面再说到 在这件事情之后 第二天 他们就被捉拿 去到犹大工会里面 受审 在第四章 后来提及 犹大官长 长老大祭司 他们再将他们 带到去工会里面 我想当彼得和约翰 在英国工会里面的时候 看到当时的情况 或者他们会想起一件事 想起什么事 没有多久之前 主耶稣曾经在这个地方受审 但是接着 他们的主 我们的主 就被捉拿钉十指架 他们将他带到彼拉多道 然后就将他钉十指架 可能他们都会想 我们自己是不是都会 同样面对这个的 后果 自然 我们都会想 他们会很挂心 他们会很害怕 但圣经在下面的第七节 第八节 圣经就说 他们叫使徒都站在当中 查问他们 质问他们 你们凭什么能力 奉谁的名作者是呢 圣经说 当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民众的领袖和长老 一直这么说 在被逼迫被威胁的时候 反而经历圣灵刺下的能力 我发觉很多时候 当电影节目 面对一些特别的处境的时候 好知到自己不能够应付 心转向倚靠神 然后很奇妙经历神的那种的恩惠和能力 去面对这个处境 我上回一件事情 之前曾经看到有关习父民牧师的一些传记 大家知道宣祖会的一个著名牧者 在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地方做了很多年的宣教 有一次他在广西的地方被一些土匪 是将他绑架了 因为他们以为外籍人一定有钱 带了他去半山 一个土匪的总部 然后一路敲问他的时候 发觉他原来没有钱 在那个时候 习牧师说回 在一个半山的地方 周围都很漆黑 有少少月光 半夜的时候 一帮土匪围着他 个个握住了长枪短枪 这个首领突然就跟他说 哦 你是基督徒啊 好了 讲一下耶稣给我们听一下吧 习牧师也不知道讲不讲好 究竟他是想找一些的藉口来开枪杀他 怎么说真的想听的呢 个个凶神恶杀 望着他 围着他 拿着把枪对着他 习牧师在那个时候 他心仰望神 然后他就放胆讲 一路讲 发觉没有人开枪 一路讲 看到他们很留心听 然后听完他讲整个福音的故事 后来他们发觉他没有钱 算了 放了他 祭牧师后来就说 他说 谁会有机会可以向土匪传福音 除非我被他们绑架了 如果不是经过绑架 我不会有机会可以向他们传福 有些时候上帝容许我们经历一些困难 但是开启一些的机会 让我们向一些其他人没有机会 作见证的人 来作见证 当你看回当时使徒 他们面对着这些很有权势的官长的时候 圣经就说他们被圣灵充满 然后讲出主耶稣的信息 我们或许未必在宣教的工场 但随时会留意在你自己的工作 或者家庭的崗位里面 起时你的感觉 好像受到一些批评 甚至是排斥 在那时候你记得 留意圣灵 如何在你心里面工作 然后放开胆量 领受圣灵给你的勇气 去为主作见证 在当时你会知道 你不是凭着自己的 其实正因为你知道 不是凭着自己 所以你不会害怕的 因为害怕是因为 觉得起来要凭着自己 当你体会到 不是凭着自己的时候 你就体会到 神给你的力量 在不同的地方来见证他 无论透过你的说话 透过你的行为 你都会荣耀主 今天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更加体会到 等于我们要更多为宣教士 能够得到属灵的胆量祈祷 求成给他们在很多不同的困难处境里面 都经历这种能力 和勇气去见证住 我们再进一步看看 祷告与神同工 祷告是与神同工的 在后来的四章第二十三节 你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发觉当时他们 从工会被释放出来之后 他们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 他们正经所说 会到自己的人那里去 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人 有没有你的弟兄姊妹 在你遇到挑战的时候 他们能够成为了你生命的支持 如果你没有就很危险 如果你有 你就有福 当彼得和勒韩 他们在离开了英国的工会之后 他们即时上到 回到自己人那里 然后回到他们当中的时候 他们就发觉 在江中 这一群人正是在等着他们 也都预备和他们一起祈祷 当时圣经就说到 彼得和约翰将到 他们所经历一切事情 祭司长怎么去威吓他们 说完给他们听 他们听完之后 令受那份感动 他们就很逼切地一起 来向神来祈祷 我想到我们的教会的祈祷会 每一次都会提出一些宣教士的需要 每一次我见到有团契 有宣教士者 他们是留心着一些宣教士的需要 工场的状况 又将这些事情带给自己团契的弟兄姊妹 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 让我们了解到 神怎么在工场里面工作 也会更加迫切地体会到 宣教士他们所面对的困难 你发觉会多了一份的迫切感 为他们祷告 宣教士都很清楚知道 他们不是单独在前线工作 所以他们会常常将一些事情带给我们 让后方的人可以来到去明白 也都领受一份的感动 来到去祈祷 弟兄姊妹 留心宣教士的情况 总使你不在前线 但是更加领受一复的激励感动 去为他们逼切祈祷 当你读到下面的经文 他们一路讨过的时候 你发现有几个重点 我们一起看看 首先你发觉他们一路这么说 就是这位的上帝 是掌主权的上帝 4章24节就说 他们听了就同心向神高声说 主啊你善啊创造天地可扬 和其中万物的主宰 当你要祈祷的时候 你首先内心里面清楚地来去确讯 去提醒自己 这位的祷告的对象 正是天地的主宰 英文所翻译的Sovereign Lord 原来包含了一个意思 就是祂是一切掌权的主的意思 是没有人能够挑战祂的权并的主 当这一群的姊妹祈祷的时候 他们首先就表明 你是掌主权的主 然后当我们再祈祷的时候 二十七节 下面二十七节 他们就提及到圣经里面有的预言 然后就说 现在见到很多的本地的官长 很多的外族人和本地人 他们都联合一起 要去反对圣神的圣服耶稣 这些所承传的事情 正正是按照圣经所预言的发生 行了你手和你指以所预定要成就的事情 所以你发觉圣经里面提及一件事情 就是看到有这样的情况 他们不会觉得 好像神实在预算 猜派人出去传福音 竟然会这么多阻碍 但是他们很明白 从圣经里面理解就是 是神所容许发生的一切事情 但是神在当中 他的恩惠能力超越这一切的障碍 仍然成就他自己的工作 我看到一段的消息 就是有一对宣教士夫妇 和他们几个子女 暂时离开他们的工场 去一个地方 他们在太平洋地区 来做宣教服事 在当中他们离开了 我之后回回去 经过了泰国 先生有些事情要留在泰国 多一两天 太太先回去 但是那个时候 先生一个很深刻的一种感动 因为他在晚上发梦 梦见一件事情 就是有位天使一路重复地跟他说 就说你要为你工场的家企来祈祷 因为那个地方 现在未曾得梦保护 多次跟他这样说 当他醒来的时候 他就很逼切那两三天 特别一路为他自己的家里祈祷 因为他太太先回去 他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事情 但后来太太回来之后 很平安 但是有邻居告诉他 在你回来之前一天 在你家旁边的邻居 他们捉了一条六尺长的眼颈蛇 一条巨型的眼颈蛇 后来更加在你家的前面 一块草地 捉了三条小的眼颈蛇 这位太太听见的时候 她全身打冷阵 因为这块草地 就是她三个小朋友 是经常在那里玩的地方 一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里玩的 如果他们就在那里玩 而那三条眼颈蛇 就会成为了对他们 一个最大的一个攻击 他们后来想回整件事情 好像觉得 神用他这些事情出现 但是不断来到去感动他们 祈祷 而神就在他们回去之前 已经将一些的攻击 来到他们清除 很多的宣教士都经历了一件事情 当他们有些事情发生 后来有人会告诉他们 那天有什么事情 为什么心里有这么大的感动 要为你祈祷 然后他突然间才发觉 原来神感动了一些人 为他们祈祷 以至他们能够避开一些的攻击 一些的灾难 一位是掌主权的主 当你祈祷的时候 一定要首先记得 你向哪个祈祷 然后当你为宣教士祈祷的时候 你记得 你是向一位的掌主权的主祈祷 下期经文我们稍微看看 你发觉他的祖告里面 继续有三个重点 第一 他们求主监察 第二 求主赐给他们胆量 第三 求主显出神迹其事 印证他自己的道 你发觉他们祖告的重点 就是在这几方面 一直表达出来 他们求神监察 不是求神去审判这帮人 他们很邪恶 要审判他们 而是求神 去清楚地 去接管整件事情 表明了这件事情 一路发生的时候 他们自己无能为力 表明了他们需要神介入 求你监察 求你接管整件的事情 完全是一种交托 他们求神赐下胆量 没错 其实大家都会留意到经文 之前有提到 他们面对着官府的时候 他们很清楚向官府表示 我们不会听你这样说 不再去奉主的名传道 因为信从神 不信从人 是什么? 是应当的 不断地说 信从神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他们已经有一份的胆量 但他们继续不断地向神 求赐下胆量 因为他们知道 在接住的日子 如果失去这份的胆量 他们就不能够 继续地顺从神 甚至阻碍了神的工作 第三 他们继续地求神 显出神迹其事 特别圣经说到 恩主的名 不是要表示门徒 他们有能力 要显出他们那种 有显神迹的能力 而是说的是奉主的名 意味着是高举着主 让主的能力显出来 去印证他的说话 他的真理 他的真实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留意到一些报道的时候 就发觉在哪个福音的工场 越多困难 越多迫白 越多见到神迹其事出现 我们都听过 就是在很多 穆斯林的国家 很难传到福音 但是在过去 二三十年里面 很多地方出现了 有异象 异梦 很多的穆斯林朋友 他们看到一些的异象 因此去主动的找基徒 来询问基督教的信仰 我记得有一年 我在阿拉伯半岛 去探望当地的宣教士 然后他们其中一个告诉我 有一次他们开了一间小型的书室 然后在书室里面 都挂了个十字架 有一位的穆斯林当地的女士 进到书室 就走过来 就猛问他 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他不敢立刻回答 因为他怕着有些间谍 当地有些人去到文教会 有些信仰 看到他们向着穆斯林传福音 就有机会来捉拿他们 所以他也要试探一下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想问一下 然后说 你说给我知道 我发了个梦 我梦见我家里面 佈满着十字架 我的厨房有十字架 客厅有十字架 睡房有十字架 不知道什么事 但我的心很温暖 我很想知道 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然后这位弟兄就说给他听 主耶稣 拟十字架 为我们受死的事情 很多你发觉今天有的神迹歧视 是在工场里面出现 不是要证明哪一个宣教士伟大 而是在一些很艰难的处境里面 神是会这样工作 让人去明白到天地之间有一位的真神 而他不断呼唤人来归向他 因此你同样为宣教士祈祷的时候 你同样可以祈祷 神啊让他们经历你自己 你很奇妙的能力 领受胆量 也都借助他们显出神迹歧视 以致人的心能够转向主 当我们看到一群使徒祈祷 祈祷之后有一件事 是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很惊讶的事情 就是下底的经文 再提到他们在祷告当中 领受一种神给他们奇妙的能力 在三十一节就这样说 圣经下底的三十一节就说 他们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 大家一起读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全港神的道 神答应他们祈祷 他们祈祷之后 神就让他们经历圣灵的充满 他们放胆全港神的道 你发觉圣灵的充满之后的一个后果 一个果效就是胆量 就是领受胆量来去见证神 今天无论我们在自己所身处的地方 或者宣教师在工场 在全方神的时候 在见证主的时候 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胆量 我们很多时候会害怕 不知他怎么看 不知他会不会拒绝我 不知他会不会跟我争吵 但我不懂得回答 很多时候内心会有一种害怕 但圣经就说 神痴圣灵是叫人领受胆量的 你发觉在整卷的试团转里面 有很多关于圣灵 但圣经里面说到圣灵 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可以开心一下 或者觉得自己有些满足感 我觉得自己都挺熟灵 有圣灵充满我 完全不是为了个人的 或者说自己的利益 智能转说到圣灵充满的时候 常常都是说到 叫他们领受胆量见证主 是为了得到能力去见证主 也都因此得到能力 可以顺从上帝的旨意行事 圣经里面在胆量和顺从 这两方面 是经常循环的出现 什么时候人领受圣灵 就有胆量去信服神 去信服神的时候 又再进一步领受圣灵的充满 以至可以去见证上帝 或者我们再看看的时候 你发觉经文里面 在后面的第五章 就提及到使徒再被丹拉入坐牢 他们再次站在工会面前 他们这些官长 想再捉他们出来 又再询问他们 五章的二十九节 当这些官长来到他们说 我不是吩咐过你们 不准奉耶稣的命来到全港真道的吗 然后那些使徒就重复重复回答 五章二十九节 彼得我重视图回答 大家知道 服从神过于服从人 是应当的 又重复地将他自己的信念说出来 要服从神 要信奉神 你发觉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去信从神 去听神的旨意来到去见正神 去听众神的旨意去侍奉他 然后再录他下面的时候 去到第五章三十二节 他们再说 我们为这些使作证 神赐给信从的人的圣灵 也为这些作证 赐圣灵给谁 给谁 信从的人 当人愿意信从神 多个信从人 圣灵就说 神赐圣灵在他们心中 而当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他们就更能够放开胆量 去见正着 而接着你会见到 那种信从的生命 再次出现 因此我们刚才说 你发觉 在英国的循环里面 人的生命是被神使用 可以行神的道 可以信从神 可以带着能力地 来到见正着 各位弟兄姊妹 当我们一路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有两件事情 我很想鼓励弟兄姊妹 来到去留意 第一 你更加留心为自己 和为宣教士祈祷 祈祷什么 就是 求神 赐下圣灵 在你的生命中 让你可以领受那种的胆量 为主作建设 第二 在你读远短经文的时候 你自己也都内心里面去祈祷 求神给你一个志向 在很多忙碌的生活当中 仍然留心 怎样在后方 来到去和你的顶姊妹 一起同心 为到猜传的事情 祈祷 让你可以与神同工 让神可以用你的祷告 让福音进入 很多人的生命中 你去祷告 你去为宣教士祷告 为工场的事情祷告 让他们真的因为你的祷告 他们得着能力 将福音带到 很多不同的人的生命中 因为神的心 在宣教里面 神的心 关心到万族万民他们的需要 因此你与神同心 你和弟兄姊妹 为他们祈祷 我们都祈祷 主要我们感谢你 很多年前你猜派宣教士来到香港 你若香港人有机会听闻福音 今天我们有机会在你的教会当中成长 有弟兄姊妹在我们身边 主要我们祈祷 求你都给我们能够成为了赐福的管道 我们领受恩惠 你都能够将恩惠流露出去 求你感动我们的心灵 为到很多不同的国家 今天面对着各种的灾难 没有机会听闻福音 主要求你感动我们 为他们的祷告 求你都使用我们的祷告 叫宣教士 也都叫我们自己 在不同的崗位 都能够领受圣灵的能力 放开胆量 随时作你的见证 求主思恩 谁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 圣明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